哈囉大家好,我是保全當初小禮 今天的晚餐呢,我點的是炒飯跟炒麵 那這一家也是炒飯麵的專門點 名字叫做鍾絲炒飯麵 鍾絲聽起來就很厲害啦 應該是很會炒 好 那我點了他一份牛肉炒麵 大家看一下這個牛肉炒麵 上面的牛肉看起來還是蠻大塊的 那我放在盤子裡面這個 比較容易給大家看 那另外呢,我點了他一份這個炒飯 我是單純點他的蛋炒飯 沒有加其他的料 那看看說如果炒飯炒得好的話呢 我們再來點他其他的 有加料的東西 OK 炒麵的話他是賣 137 那炒飯的話是117 這個 可能他都是有在這個外送平台上再加加 好,所以這個 價錢上定位有點 有點奇怪 好,沒關係 我們來吃吃看吧 我現在試他的炒麵 這個在加拍有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放在盤子裡面 如果他來的時候是碗裝 那通常你吃到下面的時候 那個下面的麵都已經被 被壓壞了 來 先吃一口他的麵 喔 來 他這個麵其實 炒得比較軟 真的,你如果放在碗裡面 再多放幾下 那個麵應該會 苦掉 對,那所以 買回來之後最好是在盤子裡面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讓他稍微再 蒸發一下水分 要不然的話這個麵其實炒起來是很軟的 他這個炒麵他是 雖然是也是 醬油的基底 不過他的 醋好像放得有點重 所以我一直吃到他的那個 酸味 他酸味會比較 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我覺得 可以再調整一下 這個酸味真的是 有點 太蓋過其他的 味道 還有吃一下他的牛肉 牛肉 他的牛肉是 很軟 但是你說嫩的話我覺得是 完全沒有口感的那種狀態 就是咬下去整個就 也是整個就散掉 我覺得他這個 他可能 加粉或是怎麼樣的 有點稍微過頭 整個牛肉的那個 咬勁都 都沒了 來他的炒飯 他炒飯來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便當盒上面是蓋得滿滿 整個也是有點被壓到 我現在先把他 稍微 翻一下 翻個土 哈哈 來把他翻一下 讓他變得稍微比較鬆散一點 來 炒飯 他的炒飯還算是做到 炒的有鬆散有粒粒分明 稍微比較乾 他的 水分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吃起來會覺得 你需要配 你需要配飲料 那味道上的話呢 其實 比較淡 沒有像剛剛炒麵那麼重 這個味道的話就是 也是基本的醬油味再加一點點的 不是黑胡椒 可能是白胡椒之類的 所以 味道上比較淡一點 不過炒的部分的話我覺得還OK 份量上也OK 今天 買了這一家這個 中絲炒飯麵呢 雖然他名字叫中絲 聽起來會很厲害 但是呢 期待夠高 所以就會有點小小的失望 OK 但是基本上是 好吃的 不是說非常的特別 但是大概是 如果家裡附近的那些 小店家 小吃 小吃店 或是小型的快炒店的話 炒出來的炒飯跟炒麵大概就是 都是 類似像這個樣子 味道也很像 那這家的好處是 第一個他不會太油 第二個他份量也夠 那所以 以這兩點來看的話呢 事實上 我覺得這家 還不錯 可以點 如果在你家附近的話 OK這家在一文特區 那只是說 並沒有那麼的特別 調味上就是非常的 大眾化 好 好 這份 135 這份 117 這是在外送平台上的價錢 大家就自己參考一下 如果說是一家人 點這樣東西 大家分著吃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分量真的夠 OK 這就是 今天的開箱囉 拜拜 拜拜 拜拜